一般的民众养的宠物都是养小狗或是小猫咪 不过在新北市这位辣妹Mia 她的宠物都是爬虫类 总共呢她养了有四只象龟 还有一只蜥蜴 虽然她曾经被这个蜥蜴咬伤过 不过她还是坚持要养 而且每个月的饲料钱就高达五千块 听一下 没看错 Mia手上抱的亲肝宝贝凤梨 竟然是只冷血动物蜥蜴 朝着主人Mia猛吐舌头 Mia却一点也不害怕 还频频伸手去摸摸它 养了快两年 天天都拿在手上当宝宝哄 但其实Mia养的动物还有四只象龟 其实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它们的长相 就是它这个脸 然后就感觉很蠢 然后每天这样看它们爬 就是一种乐趣 从十四年前开始养乌龟 就是喜欢看它们爬来爬去 家里还有三只猫咪一只狗 全关在一起就像动物园一样 宠物间还会为了主人 争风吃醋 猫小时候的时候会皮 所以我那些乌龟啊 然后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 有时候被猫拿来玩 所以发现壳上面会有那个爪痕 光四只乌龟一只蜥蜴就价值12万多 每个月饲料费就要花掉Mia五千多块 开人都玩笑的时候 如果我们家里人家闯空门或什么的 好像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最值钱的就是这一堆宠物 而接下来Mia还想花十万元买大型蜥蜴 希望把家里打造成爬虫动物园 凤梨 还有跟小六 妈咪都好爱你们哦 记者 女朋友张震杰王家宏 台北报道